全球最大店杖壽司 高雄時代大稻店 總空間高達了2000坪 一進來就看到這個超大分農 我特殊的這兩個遊戲 一個是千本 一個是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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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莉莉 今天要來朝聖 全球最大店杖壽司 高雄時代大稻店 它也是海外的首家旗艦店 總空間高達了2000坪 而且座位總共有288個 是旗艦店中的旗艦店 同時它也是日本全球上 壽司旗艦店的第五間 我們現在不用到日本就可以知道了 它地理位置也很方便 就在凱旋站了 3號出口一走出來就看到了 台幕企業可以了 台幕活動又常還可以享有九折的優惠 這個裡面還有非常多料點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我們現在來排隊都是現場候補 不過它其實有線上預約 是每兩週開放一次 我們上去看的時候 都已經後衛而滿了 所以就來現場候補 現在大概10點40 其實人潮沒有我想像中的多 這間張壽司海外首家旗艦店 也是有設計鬼才做的可適合親自操刀 還有是它設計過的 張壽司前草Rux店 獲得德國國際建築設計獎的 室內部門最大獎 Best of best 左右兩邊各擺放了100個燈籠 很壯觀 而且它每個燈籠都會有 五彩彼粉的燈光變化 到了晚上就會更漂亮 一定要在這裡拍個照的吧 它竟然把日本相夫的排名表 應用在這個建築的側邊 一個面都是日本原木的翻覆表 這裡總共列出了 張壽司歷年來的22個熱門品項 這22個列得這麼大件 我來猜一下 那個 啊 那個是茶碗針啦 如果我們有那個胃的話 這22個的石碟 現在時間是11點 我們已經開始前進了 要記得用餐嗎 對對對 好 看我們裡面請喔 一進來就看到這個 超大燈籠 它是結合了東京前草市的 那個大燈籠的設計 而且日本東京前草市的 葬壽司店 它也有一個一樣的營兵燈籠喔 一進來就覺得非常的氣派 我覺得來到這間店 很像在打遊戲關卡 通常都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扭蛋遊戲 比如我們一般的店家 有特別這兩個遊戲嗎 這兩個遊戲很常在日本紀典中看到 一個是千本 一個是射擊遊戲 但是你想把這個遊戲還不一定能得到喔 它的遊戲就是常在扭蛋裡面 扭蛋要投入五個盤子 台客音流 我想要把遊戲後面的領帶回家 這個遊戲超級現實 我剛在這裏包的好香才可以吃的 為什麼在抽 它是很飽 抽到了五個盤子 怎麼不容易抽到了那個扭蛋 扭蛋還要打開有遊戲卷 有戲卷再來玩 還不一定設得到 我覺得還有一個扭蛋 在整個大盤子 什麼 發洩也太小了 我搬成 其實不是要設到那個靶型才算 有色這樣子 那個被換完的杯子也有在上面耶 可是我覺得最可愛的是有 江壽司的LOGO跟富士達的那個杯子 這個遊戲是我第一次看到 它是千本 選中一條你覺得跟你有緣的線 這筒嗎 對對對 這筒裡面 其實有很想要的 你招出來吃 對啊 這筒是福士會大師的名作喔 在上面可以看到 東京當時的江戶風景 裡面還有隱藏著小小的燈籠寫著高雄 這邊幫你安排10號桌 第二條桌到裡面請 好啦 我們客滿的話 因為它時間是一個小時 好 現在新店開幕有九折一會的活動 謝謝 謝謝 耶 我們今天好順利喔 本來還以為已經抱的那個要拍四個小小的決心了 現在是10號就是這一排 一排總共有八格座位 看一整排就會非常有包廂的感覺 它就很厲害 第一次這樣吃葬壽司感覺很高級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吃過這麼多次葬壽司 我都不知道可以用手機點 而且還比較划算 對 因為副餐還沒有送盤子嘛 超滿五盤才能扭扭蛋 用手機消費滿200就可以扭一次 所以又不是算很多 尤其是你想要玩遊戲的話 一定要用手機點餐 我們今天就是一定要抽到那個射箭遊戲 剛才你有看到嗎 它那個已經賣完了 哇 真的 超想要 今天其實本來想說至少要吃1200的 現在很容易客滿的時候 每一組的用餐時間只有限制一個小時 趕快點餐 如果大家來用餐的話 想要吃一些比較特別的 它這邊就有一個選項是期間限定 先打開這一頁然後這樣 對… 全部點一排 欸 喔 人開了 這個設計真的很像 在日本的河四裡面 就是有一個儲藏式的包 對 那餐具也是放在這個裡面 但是不知道是期間限定的全品 像有些是期間限定可以吃到的 每次全台都可以吃到 也是 土燒鰻魚 玉籽海苔包 土燒鰻上面有一個紙燒 又有這個土燒鰻 土燒鰻它本身的味道還滿重的 但是有一點甜甜的甜味 然後跟飯條海苔包在一口 我覺得滿好吃的 胡麻鹽漬生鮭魚 上面塗滿這個菇麻 鰻魚看起來這樣肥脂肥脂的 我一定知道 菇麻味這麼重的生鮭魚壽司 而且它的熱鮭魚給的分量滿厚的 因為上面鋪滿芝麻之後 它的甜味就更被提出啊 對 然後它胡麻其實就淡淡的一點點而已 甜甜的 先被天婦羅臥壽司 我吃到的基本上都跟外皮 我這一個是吃到很飽滿的蝦子 然後外皮就有點美味 結果它的外皮的麵很鮮 這個很好吃耶 接下來可以就是我們非常期待的 炒湯蟹肉炒完整 它炒完整本來就很好吃 嗯 它麵有一層很像勾芡的感覺 哇 炒湯很濃欸 這炒滿的蟹味 哇 哇 欸好大塊喔 哇 嗯 等一下來蒐集一下 看可以玩到幾個牛蛋 我剛剛本來是想要用手機點菜嗎 我還是太習慣用平板點菜 熟成鮪魚中腹 我剛才在外面的帆布錶上面就有看到這個品箱 有列入葬壽司前22米的人氣壽司款 嘿嘿 我一直罵出嘿嘿的聲音 你看它的鮪魚 非常的厚 哇賽 鮪魚 鮪魚就是一咬幾段 幾乎沒有什麼咬 它就會在你嘴巴裡面化彩 我看那個鮪魚的香氣很香 再搭一下一點哇塞 我就覺得很對味了 然後還有一個是日本季鋼產鮮魚 之前沒有吃過欸 有吃過鮮魚嗎 沒有 它顏色真的都很漂亮 嗯 我覺得它就比較沒有像鮪魚或是鮪魚味道那麼重 但我覺得其實有一個特殊的香氣欸 我喜歡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先來吃 甜點 因為它是冰淇淋 已經融化 韓魚 白魚 其實最重餅 其實我一直很喜歡醬壽司他們家的冰淇淋 尤其是有一個 會熱熱冷冷 然後要一起搭著吃 是那個像甜甜圈的對不對 對對對 這超好吃的 很誇張 很誇張 大陸 甜甜圈 然後還要再給一個絕餅配上吃 真的 他們現在在冰淇淋裡面有 紅豆口味的對中 這個冰淇淋就是他們日本的點心 他們也要放上這個日本冰淇淋 然後請拿一下手 先吃飯好了 他們牛奶冰淇淋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一間壽司店可以把冰淇淋做得這麼好吃啊 這盤子很柔軟 可是有嚼勁 吃起來比較像他們的 它對中餅裡面附的紅豆泥 其實蠻多的 打開發起開了喔 那餅很像 很甜甜的 但是很甜 吃完甜甜 我們就繼續吃壽司 吃什麼幸福的禮物 它有是不是炙烤米菜很鮮香 其實是那一種很熟悉的美味 因為至少不好的米菜只好看 就不能第一次 對 我這個是軟殼蟹天婦羅海苔捲 它只能放半隻的軟殼蟹在上面 然後這軟殼蟹打開裡面 還有一點點的醬在裡面 它沒有想像中口汁很多耶 因為我本來想說 它整個軟殼拿下去炸會不會很硬 快有嚇到我了 它是軟軟綿綿的口感很好吃 所以要吃一個很特別的品牌 它是烏麻油鹽製鮪魚 一上來的時候就整刀發 整烏麻油都不滿鮪魚肉 上面的蔥花超強的 它那個鮪魚處理得超級好 一入口是那種的 我聞一下 滑滑順順的 不滿這個麻油 我決定以後我都要這樣吃了 刀上壽司都要把期間限定的點一點 超厲害的 每次都拿三片子 後來就飽了 結果沒想到期間限定的這麼厲害 麻辣吃生子 這叫做的什麼 吃開 我們可以一頭亂拔欸 台風的時候 這個麻辣包不到 紅辣的味道 它這個醬好香喔 嗯 這醬好像以前比較少在當初吃吃到 這就是我終於把全品這樣都吃完了 接下來要開始點一些自己的味道 會要臭番子 又點了最喜歡的兩個餐點 還點了一個練練雞拿草莓 剩帶一個小小的雞拿棒 這有零草莓醬 重點是比起 下一台出版的玉米脆片 這是最新的對不對 對 好像所有的東西搭上他們的牛奶冰淇淋都很搭欸 這個雞拿棒是熱熱的欸 真的超好吃的欸 它剩過很多外面的雞拿棒欸 雞拿棒你兩個都會放棄豆腐 沒有多快 你們有千肉嗎 好想去喔 好 算了就好 OK 謝謝 謝謝 耶 耶 因為這間全國旗艦店 它有別於其他的粉餅 結合日本紀典常見的一些傳統遊戲 我玩這個遊戲非常的不容易 每次啊 你這樣的時候 都會有那個扭蛋欸 他會很想要這個扭蛋 結果這個遊戲遊戲就 居然就在扭到你 這個都會被騎尾啊 鞋子級的失誤還是能扭三次 加油 對 還不能扭三次喔 這只能抽三次 對 沒有啦 沒有啦 喔 失敗了 所以這是 射擊 對 射擊遊戲來了 我們這次的抽獎動畫 覺得他們的限定遊戲 做出來的動畫好可愛喔 我們剩一次機會了 至少也要有一個扭蛋吧 那我們扭一下 我們都特地來到高雄了 鯨魚都鯨魚 喔 欸 他們都是那個欸 日本的傳統遊戲欸 加油 加油 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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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的欸 好想要吃五盤喔 可惡 結帳房式是採自助結帳 剛剛我們有參加優惠活動 所以他有給我們一個 九折優惠的條碼 我們折的93塊是837元 欸 我都沒以為我們會吃破錢 照常吃本來就是我很喜歡的日式料理店 我覺得他CP值很高 而且他們的食材都非常的新鮮 最可惜的就是沒有轉到扭蛋 一進去真的很有日式風情吧 包括你在用餐的時候 坐在榻榻米的小包廂裡面 也很有feel 這邊的服務人員態度也都很好 真的很像來到日本用餐 對 真的很像那種日本人服務的精神 來這邊可以吃到這一間電線令的 還有一間電線的軟殼蟹握壽司 那個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太羨慕高雄人了 特不過想要蒐集禮品 搭檢驗就可以來了 太方便了 但是還是要排隊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次的開箱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 或是想要看我們拍什麼類型的影片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 現在是幾點還在排隊 對啊 慢慢等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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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